製作人在戲裡面有很多的對戲 然後有一幕是 邁爾斯遇到了一點危險 然後官要叫他振作 請他不要放棄 所以是一個很激勵人心的片段 然後台詞是 邁爾斯不要 不可以 不可以 拜託不要 邁爾斯拜託 拜託 我們來看看王菁小姐怎麼詮釋 Action 你覺得大家會不會很疑問 那你為什麼要來找我 不會 你要給大家一點吸引力 然後Take 2喔 穿越新宇宙 Take 2 邁爾斯 不要笑 加油 不要 不可以 好啦差不多先講 邁爾斯不不要 會不會好一點 邁爾斯 不要 不可以 不可能 不可以 不可能 我想621號我們可能中文版我們會換人 好 那你剛剛分享除了困難的點 還有比較有趣的地方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 你跟這個角色越來越近 因為第一天佩妮抓不到角色過性啊 怎麼發生 那後面的三天其實就是你 跟他越來越靠近的時候 你有一種 在享受這個過程 對 在享受跟他打鬥啊 他碰到事情啊 然後 享受 他跟邁爾斯之間的對話什麼 或他跟他家人之間的對話 其實有一種 你越來越能 理解這個角色 我覺得這是蠻神奇 這種動作的那種 動作比較多的戲 不是會有些 呃啊什麼的 你們有特別練習嗎 他想必是做得非常好 剛剛在台上 很明顯 對對對 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其實 我之前拍很多戲 ADR也必須要配這種 看著畫面這樣 呃啊 跑步 那這種聲音 王進有特別的練習嗎 我不知道平常有練習嗎 哈哈哈哈 就是 就是照著那個 那個角色的狀態走 因為通常如果 不管是ADR也好 或者是配音也好 就是那個角色在做什麼動作 當下也會跟著做類似的 身體的浮動 哦 他也是跟王進虧威 蠻久再度合作同台的 真的邀約不到他 沒有辦法 欸完全 再多錢都找不到 他完全沒有邀約我 完全沒有 可是你隔那麼久 在遇到王進有沒有 覺得王進變得很不一樣 就幸福洋溢的感覺 拉到不行 拉到不行 氣色很好 我覺得他非常棒 真的 怎樣怎樣 月老的時候 他那時候走一種 就是健美風 哈哈哈哈 對現在他整個 換一個風格 這樣看到真的是 嚇到嚇到嚇到 我是會細貞肥欸 月老 我知道我知道 對就有嚇到 好嗎 好嗎 好嗎